近日,咱们的奥运奸儿们得到了领导们的接见和表彰,可谓是令人羡慕不已。 在此次巴黎奥运会上,尽管一路上颇有阻力,但我们的运动奸儿们还是不遗余力发挥自己的超高水平,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所以如今获得的一切赞美都是他们应得的。 与此同时,中国香港代表团奥运奸儿们坐在了敞篷巴士上游行,获得全港市民们的热情接待。 此次巴黎之行,香港代表团也颇有收获,二接二同的成绩可谓弥足珍贵。 值得一提的是,超级富豪霍振婷也现身在队伍中,78岁的老爷子,精气神十足,状态颇好。 跟随霍启刚,在巴黎奥运会上不断为中国奥运奸儿们加油助阵,可谓相当可爱,令人尊敬。 在巴士上霍振婷和奥运冠军江明慧一直热聊不停,两人同框时就像。 家人般亲切,一向看起来比较严肃的霍振婷也是难得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想必两人相谈甚欢。 江明慧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1994年2月出生的她,目前已经30岁了。 别看江明慧是一个运动员,但她同时又是个学霸,不仅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博士生, 而且还是现任香港赛马会公司对外事务助理经理,足以见得江明慧能力非凡。 在此次巴黎奥运会之行,江明慧收获颇风,一举拿下基建女子个人重建的冠军, 帮助香港队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金牌。 不过,在8月4日的时候,江明慧表示将告别全职基建运动员生涯,将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事业上。 这一次,江明慧和霍振婷如此近距离接触,而且双方交谈也十分融洽, 也难怪会惹得网友们纷纷猜测老爷子这是在为次子霍启山挑选媳妇吧。 如今,霍振婷膝下三子唯独老二霍启山一直担着,没有一中人出现,作为其妇自然会有所操心。 要知道,霍振婷挑选媳妇的眼光可谓相当厉害,这一点从大儿媳郭晶晶身上完全可以体会到。 还别说,霍启山和江明慧看起来也蛮有夫妻相的,大部分网友们也是在评论区一致撮合。 另外,戏品质下江明慧的颜值还和朱玲玲有几分神似,尤其是两人在笑起来的时候就更相像了。 如果江明慧真有缘和霍启山在一起的话,那还真应了那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江明慧性格开朗奔放,同时又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确实是霍家豪门挑选而席的理想人选。 当然了,一切还要看霍启山和江明慧最终有无缘分了。 剑谈林志玲,资深富二代,法学女博士,人们肆意挥洒想象,去塑造一个肉体繁胎之上的女性。 因为,这位叫江明慧的女孩子,足底世间万般美好。 这次巴黎奥运会,她在重建项目上,为香港夺得手金。 却不想,人们更关心的静视,她何时嫁入豪门。 41岁的霍启山,与品貌相当的江明慧,成为众人口中的,金铜玉女。 但她手中的金牌,绝不是豪门的敲门砖。 正如网友所言,父母培养她,是为了让她成为她自己。 这次,香港运动员见面会,78岁的霍振婷主动让C位给江明慧。 我才终于明白,30岁的她,人生上线永无止境。 从礼约到东京再到巴黎,三战奥运才逆转拿下金牌。 江明慧的运动员生涯,从来没有。 简单二字,巴黎奥运会基建女子个人重建金牌赛,她在开局落后7分情况下,最终以13点12分战胜法国选手马洛·布列塔尼获得冠军。 而这块金牌的分量不言而喻,就好比一位法国选手在北京拿下乒乓球冠军。 赛后采访,她难掩激动,对着镜头哭得梨花待雨。 比赛之前很紧张,我觉得输了全是我的错,所以我不想输。 为了祖国荣誉,她扛下了所有压力,这一刻看得人心疼不已。 闭幕式上,她作为香港运动员代表,精神饱满地向大家走来。 只见,她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转身招手像极了女神灵志灵。 妥长脸,月牙眼,笑起来无拙无拦,身高1.78米,超模身材比例。 有人说,她要是参选港姐,一定高票得胜。 更重要的是,她的性格也非常好,温和又谦逊。 面对众多采访,她没有表现半点不耐烦,全程尊重和照顾别人的工作。 记者讲英文,她就回英文,讲粤语,她就回粤语,讲普通话,她就回普通话。 面对观众的喜欢,她也谦虚地表示,自己并不完美,都是大家太慷慨了。 赛后,香港马会拿出600万港币,奖励江明慧为香港体育做出的贡献。 而当被问及,这么多奖金准备怎么用时? 她去回答,我想成立一个慈善的机构,去帮多点小朋友,可以接触到运动。 试问,这样的奥运冠军,谁不喜欢呢? 1994年,江明慧出生在香港,两岁随父母移居加拿大,六岁重返故地。 父母都是通达名里的人,对女儿的教育也十分重视。 很早,他们就将孩子送去英基国际学校,接受最顶尖的教育。 而小小的江明慧,不仅继承了母亲的优雅,还承袭了父亲的坚毅。 文能跳芭蕾,弹鼓针,玩钢琴,舞会跆拳道,花样滑冰。 直到11岁,她邂逅了基建,才算遇到了真爱。 在启蒙教练陈伟静看来,江明慧具有极好的先天优势,天生左撇子,加上手长,脚长和高个子,让她的距离感和节奏感都比别人强。 为了自己热爱的运动项目,她甘之如遗地付出一切。 每天五点起床,做完功课就去训练,一天花费五个小时铺在基建上。 即便如此,她的学习也没有落下,经常在飞往世界各地比赛的航班上,完成作业。 13岁时,她就夺得了全国少年锦标赛U17组冠军,展露头角。 之后,她四次斩获世界杯冠军,又三次拿下亚锦赛冠军,成为香港女子重建项目的,明日之星。 高中毕业之后,她原本可以凭借体育加分,轻松走进名校。 然而,她却在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IB中,拿下了41分,已接近满分的文化课成绩,考入斯坦福大学,主修国际关系。 大学期间,她为了将来加入联合国工作,还曾到瑞士参观当地的办事处。 之后,她又拿下中国人民大学读法律硕士,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博士在读。 2016年,为了参加里约奥运会,她选择休学一年,延缓毕业,备战大赛。 当时,她代表中国香港出战,首轮击败俄罗斯选手舒托娃,实现了该项目。 零的突破,但最终不敌意大利名将菲亚明哥。 二十年基建生涯,她面临最大的困难,莫过于伤病折磨。 2017年,江玉惠出征德国世锦赛前夕,训练中不慎摔倒,导致左膝十字韧带撕裂,医生中告她半年不能拿剑。 看着病床上痛苦不堪的女儿,母亲声泪俱吓地劝她退役,但她却不愿放弃追求奥运梦想。 最终,结束手术第四天,她就开始恢复训练,并在三个月之后,出战了苏州世界杯以及多哈大奖赛。 往后七年,为了不让细关节发炎,她坚持改吃全素食,一次又一次摔倒,又一次又一次爬起。 战上巴黎奥运会赛场,她拼尽所有棋力。 当拿下冠军时,她含泪说道,我终于没有输了,次次都输,今天终于赢了。 凯旋而归,全港欢庆。 这次,中国香港代表团取得二接二同的历史佳绩。 为了让市民一赌奥运劲而风采,区政府举办了运动员见面会,并乘坐巴士巡游。 当天,香港下起迷蒙细雨,但市民们的热情高涨。 巴士从沙田香港体育学院开出,江明慧、何诗贝、杜凯勤等运动员依次上车。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会长霍振婷也出席了此次活动。 车上,两人并排而立,手中挥舞着香港曲奇,与市民朋友们打招呼。 现场,还有人喊话江明慧,不要再哭鼻子了,这一幕引发全场哄笑。 更搞笑的是,当天由于车速太快,巴士巡游秒变急速过山车。 所有人都在大风中凌乱,江明慧所幸将长发竖起。 而78岁的霍老,为了保持绅士优雅,从口袋中掏出梳子,缓缓整理头发。 坐在后面的江明慧见状,没忍住哈哈大笑,最后他还与霍老合照,两人有说有笑,俨然一对妇女模样。 到达天马公园之后,奥运家们从巴士下车。 此时,江明慧被万千市民团团包围,只见她露出招牌式微笑,与大家暖心互动,人气非常高。 合影环节,霍振婷主动让出了C位给她,姑娘也不露怯,落落大方,十分讨喜。 网友们调侃道,看来霍老爷子又要让儿子霍启山下架江明慧。 不过也有人言语,称霍启山身高不够,配不上女神。 事实上,30岁的江明慧已经走上了另一条大道。 前不久,她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将告别全职基建运动员生涯。 二日之后,她的新职位曝光,出任香港赛马会公司对外事务助理经理。 马会公司事务执行总监谭志源,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欢迎江明慧的加入。 那么,香港赛马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可以说,她是香港最大的雇主之一,也是全港最大的单一纳税机构,更是全球十大慈善捐助机构之一。 2022至2023年度,香港马会税收约为255亿港元,占政府总收入约4%。 而在过去的十年里,这家公司每年平均捐款45亿港元,汇集社会各阶层。 这其中包括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康乐、文化艺术和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 目前,香港赛马会主席施利子后,利家也正是香港顶级豪门。 上世纪70年代,利息慎家族,是香港最早的四大家族之一,与赌王家族齐名。 由此可见,进入这样的大公司,除了个人履历优秀之外,还要有强大的影响力。 这届奥运,江明慧不仅为香港建基运动缔造历史,还证明香港运动员的实力非凡。 如今,她已然成为全港人民的骄傲,她有能力也有魄力,胜任这份重要工作。 据悉,她未来将协助推行一系列项目,涵盖社会公益、青年事务及体育发展等, 同时兼顾公司事务、执行总监与各界持分者联系的工作。 可以说,这样的新时代女性,值得所有人尊重,利用专业所长,做有利于社会的事情,才是人生的夸张,而不是拘泥于小情小爱。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转发,感谢大家的支持。